美國最近在打造明日的美軍 裝飛彈演習坦克運送傷患都用機器人 哇這個厲害了 而且其實現在在戰場上面 其實如果人損傷 我跟你講你基本上救不回來 所以現在你在各國裡面 他都基本上在作戰的時候 不是殺死你 是打傷你 因為你死就掛一個 但是我打傷你可能要掛兩個 因為還有人要照顧你 所以美軍其實也一直在思考 就是說在未來的戰爭裡面 我如何減少實體人員的傷亡 所以你看他發展五人機 當年美國做五人機的時候 美國空軍飛行員罵得要死 因為他們會失業 困難得要死 你敢在那裡打電話 結果後來發現 五人機現在是美國空軍最大的強項 而且減少非常多人員的傷亡 那他們現在其實也在研究一件事 在戰場上面 就我如果今天在彈藥掛載的部分 我們現在大家比較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實體的這個人員 然後把飛彈裝上了這個所謂的車輛 然後操縱車輛 然後到那邊人員再協助把它上彈 這是我們現在在很多演習畫面看得到 但美軍現在在做了一件事情 是有沒有可能把它這個裝彈車 直接做成五人化 也就是我今天人只要在安全的掩體裡面 把飛彈裝到了這個所謂的載具上面 然後我就控制這個車子 就到了定點之後 把飛彈給掛載上去 這個是他在做的是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他要做的事情 除了剛剛這一個 讓他自動化之外 最重要是減少我的人員操作 那減少人員操作 就可以減少我人員的這樣傷亡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只是美國空軍在做這件事 包含他的這個所謂的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事實上也都在做這些事情 那他所做的事情是這樣 他把這個所謂的無人車的部分 做成一個模組化的平台 所以這個平台上面 我可能我需要 是我的戰場需要 我如果平台上面 我需要有這個所謂的迫擊武器的話 我就把它裝上去 那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 我們早期叫做部戰協同的概念 也就是我們以前 這個步兵在推進的過程當中 我不是要有裝甲車輛或履帶車輛在那邊走 那可是他現在另外做了一件事情 是我把這個所謂的部戰協同的戰 讓他用所謂的無人載具去進行 所以我的步兵跟我的海軍陸戰隊 可以隨著這個所謂的無人車台的往前前進 那我如果有傷亡怎麼辦 因為你作戰我還是要有人 像清掃戰場的這一段裡面 你還是要有人實質上在前進 那我如果有人員今天在戰場上受傷了 怎麼辦 很簡單 我把人裝上這個無人載他 讓他載回來 讓他載回去 所以我就減少 我剛剛講了 你如果是被打死少一個戰力 如果被打傷了少兩個 或少三個 因為有幫忙扛 幫忙抬 還有單架兵之外 還有衣冠幫忙弄 那現在他不用 他要做這個技術 基本上就做什麼 你知道 我如果今天在戰場上面 我能夠把我的人員損耗 減到最低 基本上就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裡面是 它的叫做遠征模組化的 自動載具裡面 它的時速最高是13公里 你看13公里 好像覺得很慢 對不對 但對不起 我剛剛講步戰協同 你就懂 如果這個網友有在步兵服役過 你跟著戰車 戰車如果開眼棍 你後面跑 那還做什麼戰 13公里 那已經要跑很快了 數13其實是真的快 所以我剛剛講說 在戰場實質上的狀況來講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透過模組化的這個部分 你看它這個上面的載台 基本上是平的 那實際上是平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這個設計裡面 看起來還是用這個所謂的 履帶車料 那這個也是當然是 應付在戰場上面的需求 但是如果就他們實質上的狀況 我可能不一定是履帶車輛 我也有可能是這個所謂的 輪行車輛 但是它做這些東西 你可以看得到 它在做的時候 它要跟AI作為結合 以前我要做的事情 是我人裝上去之後 要有人在那裡遙控跟操作 那我如果透過AI 說真的 它的前進的路徑 它從哪個地方出去 前進的路徑 它只要能夠透過 它的智慧記錄下來 我回去的時候 它的路徑直接幹掉那個走就好 它不需要再有一個人 在那裡再操作 因為你就是減少 更多人力的耗損 沒錯 你說美軍 有沒有這個AI的能力呢 我提醒大家 有興趣的你去研究一下 前一陣子 美國NASA不是登陸火星嗎 火星的探測車 其實它並不是在地球上遙控 它就是用AI 它就是已經把路線全部輸入 然後呢 它的探測車會自己去找路走 這個就是美國的科技實力 那中國也有機器人 不過他們機器人目前 唯一會做事情是炒飯 那希望解放軍可以吃飽一點